大家好 我是方菲 我是金燃 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 这期节目呢 我跟金燃又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经济的问题 是 对 另外然后还先跟大家先说一个事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我跟金燃的对聊呢 我们也给他起了个名字 就稍微正式一点 叫什么呢 我们把他名字呢 这个是我们各自还有各自的栏目 方菲时间和时事金扫描 但是呢我们两个人对谈的这个形式呢 我们准备算一个小栏目 叫做金飞西笔 我来解释一下啊 金飞西笔 大家知道是个成语 就是今天 金是今天的金 西是昔日的西 也就是说今天跟昨天是不一样的了 但是呢我们这个金飞西笔呢 金是金燃的金 非是方菲的菲 其实也是个意思啦 因为十几二十年前 我跟金燃一起做这个 坎坎而谈这样一档节目 那么当时呢 是也是两个人对聊 那么现在呢又是两个人对聊 但是现在的节目 跟以前已经不太一样了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命名为金飞西笔 是 它也有一个意图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 现在来做这个对谈呢 跟以前来比有所不同 也给自己设了一个更高一点点的起点 没错 对 所以呢我们对自己要求也希望能够更高啊 是 对那既然你今天想先 先说什么事跟大家 我今天呢我们聊聊因为还是中国经济问题 但是我们想具体的 到这个中国经济的内卷和外卷的这么一个话题 最近呢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安部啊 他本身呢是负责这个保证国家安全的 一般来说 平时我们大家知道呢就是抓特务啊 培养特务 汪外送特务啊 大概是从这个政治的角度来保证所谓的国家安全 但是最近我看到他连着三天发了一个同样的信息 把我是有点惊住了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是说警告整个的中国人说你们强调经济不是拿来玩耍的 任何人敢于随意嚼舌根 都将面临严厉的打击和处罚 什么话呀 嚼舌根 这个一连串连着三天啊 这个警告的背后呢就是 已经说明了他现在呢 国安部把这个重点已经放成了国家安全的一个重点放到中国经济这个方面 也就是说把中国的经济居然提高到了一个国家 这个政权是否稳定的这样一个高度了 那么我们换一句话或者换一个思路想是什么呢 就是 中国经济真的出大问题了 是 其实既然你知道为什么国安部发这个通知吗 因为 对啊 这个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联想到 就几天之前7月30号 有一个政治局的中共开了一个政治局的会议 然后这个政治局会议呢 习近平是主持 然后他破天荒的承认 经济不行了 而且他是承认有内卷现象 你记得上次 30号那个 30号那个政治局会议 你记得上次我们呢还谈到说中国的这个内卷已疯狂 那这次呢 习近平这个会议他就承认说 说他说要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 所以他也承认中国经济有内卷的现象了 然后呢他另外他还指出 他说要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对你先想看你用畅想这个词你可想而知 你如果经济本身就是光明的 你有什么畅想的 你就说呗就是把这个照实说呗 中共的好多东西你反着看就对 对啊你一旦创想 要畅想 那意思就 光明这方面 那就说明他现在是黑暗 那而且要说要骗人了 你要现在是黑暗但是你要把它畅想 就是实打实地骗人 实际我比较惊奇的是他现在主动的提到内卷的这个问题 对对他主动提到内卷这个问题 就说明这个他也是不可回避 但是呢我觉得他说的 他说什么要 强化行业自律 防止内卷 那好像就说内卷是因为行业不自律造成的 然后人家那个分析学者 有一位台湾学者他就写文章他说内卷就是你中共造成的 你习近平造成的 你这种统治模式对吧 这个党领导一切 然后这种党国体制你监管一切 然后什么 什么各个行业该怎么发展 能不能发展IPO能不能上市 教培行业能不能做 全都是你管 所以实际上你造成了这种内卷 他就说这个 进行成全面的中央集权模式 所以什么创新 那个什么都没有了 那其实他就说你的这种统治思维 注定了中国走向内卷 是 其实呢 说白了这个还是比较大面 中国经济的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的老百姓从海外到海内 你都可以自己不用在理论上分析了 你自己都可以感受到了 但是实际上具体到 老百姓生活 比如国内 一般老百姓过日子 就四月 衣食住行 就是大家都知道 从古至今都是这个 衣食住行 每天的生活 那你比如说 这几个方面来说 你比如说吃的方面 食饮食或这方面有一个现在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就是我看到一个报道说这个 现在的咖啡业因为中国经济的下滑 咖啡业成了一个指标是大受影响 而且你像星巴克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美国的这个 连锁链 那当时我记得刚去中国的时候相当一段时间都属于那白领和这个小资的 一个一个情调一个一个 一个标词 没错 上班之前来一位星巴克 这个是我的这个 身份 身份地位的一个表现 那现在呢 他7月31号公布了一个新的财报 这个财报里头就说 作为现在中国是星巴克这个连锁店的第2大市场 那么新的一季度的这个销售同比下跌了14% 而他上一个月的那个那个本身就在下降 我记得是12%就是每一个月都在这么这么大尺度的在下跌 所以呢星巴克的他的首席知情官 CEO就说 中国现在的星巴克的业务成了星巴克整个的一个痛点 而且呢现在大家都知道 星巴克在中国有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 瑞幸咖啡 瑞幸咖啡 对了 他呢现在特别逗是什么 瑞幸咖啡是用这种 减价的这种这种 价格战 来打自己的这个这个势力范围 那么一杯 瑞幸咖啡的钱呢 指那个你要买同样的质量买一杯星巴克大概是三倍 两倍到三倍的 瑞幸的价格 这样造成了现在什么情况呢 两边都不得好 星巴克这边大幅的下降 利润大幅下降 销售 销售大幅下降 那瑞幸那边呢 据说啊他现在的那个纯利润 纯利润啊 利润是跌了惨跌了50% 就是说这个两方面现在都不得好 对我看这个有人说就是 瑞幸他推出那个9块9毛这样一杯的咖啡 那个就是 其实让他自己每卖一杯 我觉得应该是都有点亏损的 然后星巴克是不愿意打这个价格战 但是在压力下他也发优惠券什么什么 我看有人说扣除了这个优惠券各种方面 星巴克的咖啡同样的咖啡应该是18块钱 一杯已经比瑞幸要高了 但是呢实际上星巴克原来卖的是30 40 你想想看9块钱9块9人民币相当于1块多美金 对吧 前几天利率降到了7.3 OK 7.3那9块9就是1块多 1块多美金嘛 就是跟美国所谓道乐店的事情 对然后18块 即使18块人民币也就是 2块多一杯美 2块美金 2块多 一杯咖啡 但是在美国星巴克咖啡都是5 6块钱 或者至少是4 5块钱 对吧 所以实际上他确实是 降了非常多 但是这样的话呢 你瑞幸的就是利润大跌 星巴克呢就是销售大跌 所以整个市场谁都讨不了好 是啊 那其实我们说这个 据说现在 刚才我们说的是等于吃 是 医师住行 对 好像医的方面也出大问题 我觉得最典型的可以拿这个优衣库作为一个例子 优衣库就是unicool 他其实呢 就是他在在海外市场 他算是一个 价廉物美的 就东西不错 然后价格又不贵 在中国市场 我知道就是他也是 其实在中国市场 他的价格并不算低 但是他也是就是 东西不错 就很 物美价廉吧 质量很好 物美价不连 但是也不贵 可能不那么贵 但是现在呢 就是说 优衣库在中国卖不动了 我看到有 有这个财报 也是一个财报的信息 说他 2024年的 前三季度 他在中国方面的营收 就是说 他在中国的营收 他在中国的营收 都在中国的营收 已经是低于 已经是低于以前了 就是说大中华地区在优衣库 以前的这样的销售中 占比比是高很多 现在是22% 然后说在第三季度的 单季期间 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营收 全都在下降 经营利润也大幅下降 然后销售额出现萎缩 就是卖也卖的少了 利润也赚的也少了 所以现在就是说 优衣库在中国 有人说就是说 你真的是卖不动了 有一个有意思的点 就是说优衣库本来是在日本 当初他创牌子的时候 起家的时候 是在日本当年 这种大萧条的情况下 建立起来的 也就是说 它的根基 它是非常适应在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地区 经济萧条的状况下 怎么样生存 但是人家说 走过了日本经济萧条 没想到优衣库在中国 经济萧条的时候 盯不住了有点 那可能日本萧条 没有这么厉害吧 因为优衣库其实本身 以它的质量来说 它的价格还是在一定水平上的 它不是那种 Dollar店的水平 我觉得除了这个因素以外 可能还有 中国市场那种各个商家 已经习惯了的那种价格战 造成了和其他地区 就是你同样一个 经济水平萧条的水平 它只能是雪上加霜 对反正还是人买不起了 买不起它的衣服了 你比如说京东最近 它就是优衣库那已经盯不住了 京东现在宣布什么 要打10元以下的 哇 衣物啊 衣服啊 它不是说一杯咖啡 它是衣服和日用品 天哪 10元以下 那就Dollar店 就是Dollar店 说白了 就是说把这样的东西 反来应该是几十块 上百块钱的东西 已经降到了一个Dollar店的 美国Dollar店的水平 是 你想多么残酷 谁还会有利润呢 可以说中国经济下降影响全球 我看到有文章说这个中国经济疲软 是冲击到跨国公司啊 传导到世界各个行业 然后呢你说的这个 像刚刚我们提到星巴克 对吧 优衣库 然后包括这个汽车 包括通用 就是 通用汽车 对美国的汽车也一样 他们就是这些企业 都对中国经济疲软的程度感到震惊 说呢 有一位通用汽车 这个首席执行官 这个叫Mary Barber 他呢他就说 他说现在市场很困难 他说坦白的说 这是难以持续的 因为我们在那里亏损的金额 不可能无限期持续 就这样下去 谁都要走了 然后我看就是有一些分析人警告说 除非 就中国经济有这种结构性的改革 就让消费者在经济中扮演更多的角色 说白了就是说 除非你让中国人 更有钱更能消费 不然谁都得走 因为谁都没有钱花 你卖是卖给谁呀 你的车也好 你的什么什么 你卖给谁呀 所以现在就是说 个人消费没有起来 那这些这些厂家 这些跨国公司 全都说有点盯不住 那然后呢 现在就是包括体制内的有人 我看都说好像有一个叫 黄一平的 他是货币政策委员 就中共的那个体制内的 他是说敦促说中共这个 什么改变重投资 轻消费的政策理念 采取刺激 采取刺激消费政策 甚至直接向民众发钱 怎么可能呢 中国人人都知道 那个现在的政府基本上保持了一个这个观念 就是命与外邦不与家奴 你先看看那个大撒币 非洲动不动 对 几十个亿上百亿的就减免了 或者直接扔出去 来的那些非洲留学生 每个人 每个月不但你白白上学 还给你非常高的奖学金上万的 然后还有 据说还有女同学来陪伴 所以你想想这种状况 有可能 民众的这个这个消费能刺激起来 能可能给民众去发钱吗 是不可能的 对 完全不可能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 那个重什么重投资轻消费什么的 他就是比如说他投钱到 比如说电动车 新三样 或者华为什么 他是用来充门面去占领市场 但实际上你投资这个对你整体的经济 对你这个 他那几个行业也 就业也其实占不了太多 那你就算有人在那边 就是工资稍微高一点 但是在整体上来说也是杯水车薪 整体的大部分的人群 他都要么就是没有工作也好啊 或者是工资很低啊 或者是就业很难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他那发展那几个行业 也无助于改变整体经济的形势 而且现在有一个发展势头啊 就是说中国的各个行业 他在整体的随着经济的下滑都在往下走 然后出现了更出现了严重的内卷 行业之间的和行业 这个行业内和行业之间出现内卷 而现在又出现什么呢 不但国内内卷 已经开始外卷了 往外卷了 对对 这里面就是有一个 最近是有一个冲上了 我记得冲上微博热搜 叫什么 拼多多旗下平台 叫体目 也就是拼多多的海外版 说白了 没错没错 他起了个英文名字叫体目 惹怒卖家 就是他平台上的这个体目 惹怒卖家登上微博的热搜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 其实是在这个 像拼多多 他的是2022年才在海外推出来了 所以即使是这个 海外的华人 有一些人还是不太了解体目的 但是也开始有人在上面买东西 但是你即使没有买过 你会见到过 为什么他花大笔的钱给你推送 这种广告 手机上也好啊 甚至在外面的这个大的宣传版 和这个这个电视上都有大量的 我在手机上经常看是 然后一开始看到以为是假的 为什么 便宜的惊人 题目说白了就是把中国国内内卷 卷到海外 说白了就是这样 你说你说白了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就是他们这回 为什么 抗议 抗议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原因造成的就是这个原因 这回是7月份啊 在 这个国内的拼多多的总部的 他 7月份有两次抗议 围住就是 小的商 卖家 卖家对 在拼多多上面 中国人啊 商家 中国国内的那些小的商家 在题目上卖给 在外国卖的这些小的商家 到那点去抗议 那么 7月份第1次的时候 还是200多人 现在这一次 最近的一次 已经七八百人 这个 七八百人 就代表着 几百个小商家呀 那不是上万 他那个是 据说题目现在有上万个 就5万个 中国的这种小商家 然后 七八百人只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他代表了很多 那实际上我知道 他们的抗议主要是说 题目就扣他们这个售后款 不给他们钱 然后无故罚款 而且一罚就是商品的5倍 这个就是那两点嘛 所谓现在我觉得 题目 把这个 从海外那点便宜 亏损的钱 把它捞回来的手法 就这两点 一个是 就是都是 他都等于是从卖家的身上来赚钱 这个 对 非常罕见的一种现象 对 一个是就是扣你的款 对 再一个呢就是罚你的款 没错 所以这回呢 他这回去拉横幅 上面有写什么呢 说拼多多不付货款 发不起工资了 那还有人穿着那个文化衫 上面写着 拼多多陷阱 我跟你讲 就是他 我看到有人采访 就是挺惨的 采访这些小商家 有一个小商家呢 他是 他是浙江的一个电商 他说他做电商做了10多年了 然后大概在题目上 自从上了题目之后呢 他大概卖了20万双鞋 但是到目前为止 被平台被题目罚款30多万 才能算多少 都是人民币啊 就被题目罚款30多万 他是 每个月都有罚款 他说题目平台上5万家商家 几乎没有不被罚款的 然后他的罚款是5倍 他说比如说一双鞋子 他卖30块钱 我都是纸人民币 比如他卖30块钱 对在海外的网站 你看4块钱 卖一双鞋 这就是当初我看到他推送的时候 我觉得是假的 为什么 一双鞋 你给我4块多美金 买一双鞋 他就是4块多 你想想看 平均一只 利润薄的 平均一只 两美金 这个利润薄的有多低 他卖了 4块钱 4块钱美金 一双鞋 30块人民币 一双鞋 只要有顾客退 或者说 报应说 不管什么原因说 我这些鞋买了让我退了 他就被罚款5倍 一双30块钱的鞋 被罚款150块钱 150块钱 而且这个非常不合理 就说 只要有人退货 你的意思是说 他卖4块多美金 如果被罚款的话 要罚他20美金 对 你凭什么呀 你凭什么罚人家20美金 而且 这个退货 我们都买过东西嘛 退货很多时候原因不是产品质量问题 而是说OK 我不喜欢了 我这颜色不喜欢 我说我改主意了 或者我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你要说质量问题 你还有的说 你说罚款 要不要罚5倍 我也不知道 可是你有很多不是质量问题 你凭什么罚人家款 而且你凭什么罚5倍 但是我知道 题目还有一个非常不像话的 一个 所谓退的原则 就是说 仅退款 不退货 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在海外的所有的人都已经习惯于说 我退货 我把东西给你 然后而且 就是我不要用坏的 然后你把钱给我 你不然的话 你不退货 我东西 我凭什么给你钱 对不对 完全助长的是一种占便宜 而且不公平的这种东西 好 你把这个东西带到海外 那 消费者是很高兴了 但是也催生了一大批骗东西的 我买了你之后 说我不满意 我要退 题目说 那你keep东西吧 我换你退你钱 他拿了这个退的这个东西 他就去别的平衡去卖 你知道吗 所以催生一大批骗子 那么同时他还压榨这个卖家 因为他把卖家说 这个人要退你东西 罚款五倍 我虽然后面拿回来 我有五倍的罚款了 我题目根本就不亏 亏的全部是卖家 所以我发现 这个题目现在这个精英区 这个形式 完全是骗子 两边都赚钱 对 对 坑的是什么呢 是中间那些 那些小商家 小商家 对 这个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一种商业模式 真的没有见过 太可怕了 真的没有见过 而且还有啊 我就跟你讲啊 就是 还有一个人就是采访他 他说呢 他在题目的 店开了三年服装店 目前为止 他被 平台罚款超过40万元 然后呢 他说呢 被罚款的原因什么 有尺码问题 跟预期不符 然后这个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跟预期不符就是我不喜欢 就是我不喜欢嘛 所以呢 他就是说 好 那就是说你 钱也没了 衣服也没了 你到最后这些商家啥都没了 我现在在想什么呢 就是说 即使你扣 扣这个罚款 但是我觉得他一个是 不可能赚那么多钱 再一个呢 他不是长久之计啊 因为你这样 你看现在 小商家已经起来 他原因到底是什么 就是他这么高 到底想干什么 卖的这么便宜 然后又到处了跟自己的那个 在平台上的卖家 等于是 跟你一边的人 你去你去搞他们 那你这个 到底 我觉得就是这个关键问题 对 关键问题就是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觉得他们就是割韭菜 就说白了就是割韭菜 因为 这样一个模式是绝对 不可能长久的 对不对 肯定了 你的这个 你 而且他不合理在什么 第一他极低的价格 打乱了国际市场 然后呢 第二他也压榨国内的商家 然后呢 他这个 就是说罚款 就是罚款的话 他这个 对于商家来说也是 也是完全不合理的5倍 然后屏幕就是坐收余力 所以不管怎么说 他 他不合理 然后他也绝对没办法长久 另外还有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说 你把价格压的这么低 你必然会出现 质量问题 而且必然会出现侵权问题 对不对 你质量问题侵权问题 可是 是你把价格压的这么低 就算这些商家有很多人 他也是就是说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也就是去 去弄 可是问题是你这边 他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他就说 他给这些商家通知说 你的东西另外一家卖你一半的价格 所以你必须降价 我不管另外那家是 模仿你啊 还是质量比你差一倍啊 还是怎么在 我不管总之你价格要跟上 不然的话你就不行 这是等于平台在穿着打价格战 对对 所以的话 所以我觉得就像你说的 它是绝对不能够长久 但是 人多啊 你架不住人多啊 很多商家要下 也有很多商家要上 对吧 然后你说这些 这些顾客 我昨天前两天 还有朋友说 说他在Pindu 题目上买过东西 就在美国的题目上买过东西 他说呢 有很多质量是真的很差 用一两次就坏了 只有些很小的东西还OK 那个质量还OK 其实你想一想 你很多时候你设身处地 想一想就明白了 如果我是那个小商家 你在那个平台上让我价格压成那个样子 对 我要想赚一点点力 我没有办法质量好 我只能什么 一个是两个点 一个是质量上 我能用便宜的东西 我用便宜的东西来做 再一个是我会接着 转移去压榨 给我打工的那些人 对 你原来挣的 工资高我现在就是 换一批工资低的 OK 甚至奴工 甚至 也可能大的 这种比较大的有可能联系 比如说像 像那个海外报道的那种 他是监狱里边的那些 完全不给钱的 没错没错 来做这些东西 就是完全是一种压榨 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刚才那个问题问得很好 就是题目 他这样的平台 他到底要干什么 因为你这种模式是绝对不能长久的 现在很多很多商家都说他们要退出 但是他也说了 他说他对维权不抱希望 因为他觉得 拼多多后面有这个势力太大了 他们玩不过 我跟你说 我自己有两个想法 如果是从明面上来说 咱们说可以拿得上台面的 他这样做是抢占市场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说我先把这个市场 占住 然后咱们再说提高价格也好 或者怎么样 我先把别的还是那个招 就把别人先挤垮了 我占这个市场 另外有两点 是我自己 觉得拿不上台面 是什么 因为现在你会发现 所有在 中国的大的公司 特别是电商平台和海外 有 有这种直接往来的公司 背后 都是 中共的 权贵 在后面 然后甚至 可能有 应该是有 你像华为什么的 是都知道有军队的背景 那很多的时候都是有国安的背景 那么你就可以明白 他有一个大的目的 是吗 你想 体目这种 或者拼多多 他会 他会有多少人去买 你买的时候你的信用卡 所有的information要 要输进去 你的名字 你的甚至 你的地址 等等 全都在里面了 这个是他们要收集的一个东西 然后你的消费的习惯 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的状况 也可以摸得一清 一清二楚 你这想法非常没 是不是 对 这个是我觉得他们拿不上台面的一个东西 再一个 你刚才其实也提到了 是扰乱这个整个的国际市场 对 然后他 一旦这个国际市场乱了以后 他其中就会找到利益所在地 他自己就可以 把东西推进去 包括比如说电动车现在的 他这个对市场的这个扰乱 对 也是另一方面 所以美国有一个州 我忘了是哪一个州了 他已经对题目提出起诉了 因为他说 他是有数据安全问题 你说到这儿了 我给你 跟大家讲一个现象 就是 现在中国大的 大家知道的那些知名的电商平台 出现了两个新现象 一个是什么 像大家知道的 阿里 京东 拼多多 等等这些 你会发现他们原来的创始人 很有名 大家都耳熟能强 比如马云 刘强东 黄征 都退了 基本都在这个时期退了 然后上来的人 谁拿的 是谁呢 这个背景就很难说了 但是有一种说法 就是我看到一种说法 说现在整个这些公司 都换上了红三代 背景 大背景都换上了红三代 然后呢 被称作什么 叫雪地集团 什么意思呢 过雪山 这个爬雪山 过草地 所谓长征 长征就是红军 所谓就是真正红透了红军的后代 来掌控整个在背后来掌控这个公司了 所以呢 这个我记得陈云啊 就是中共那个元老曾经说过一个 一句话 非常 对他来说是说了大实话 但是 外面老百姓听着会 非常惊心的 他怎么说 他说 我们 红色贵族就是红色的这个 这一代 那个我们 只有我们自己的孩子才可靠 让他们来继承这个江山 才 我们的祖坟才不会被挖 然后 对 才能让这个持续下去 就是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为什么他说我们的祖坟才不会挖 因为他们做他们自己知道 做了太多的缺德事 伤天害灵的事情 一旦 这个江山或者以后被 其他的人 这个拥有了 他们自己就会到了清算的时候 对我觉得题目这种平台之所以能够起来 能够爆火 而且那么多供应商去跟他签 也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差的不行了 所以这些供应商 厂商才跟他签这么不平等的合约 什么什么我不给你理由我就可以罚款 第二罚款五倍 还有就是说 我要扣留你多少多少预售款不给你 然后怎么怎么样 这些都是不平等条约 全是他就是完全是黑箱操作 你都不知道他怎么弄你 总之都可以不给你原因 然后说好你可以起诉我你到香港的法庭去起诉我吗 你找律师起诉我吗 他说我都已经赔的钱和货都没了 我还花几十几万 律师费到香港起诉你 我谁呀我 我又不是刘强多 我又不是全红三代 你现在说了点出了一个点 就是说西方的民主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体系啊 虽然有法律来保障 但是它的根本它的底线是什么 信誉 信誉 法治只是后来出了事 大家保持 是是是 这个 最底下是信誉 而信誉的这个东西可以说 中国现在或者说中共这个系统已经破产了 没有人在信他了 这里头刚才我不是说 这个电商大的电商出了两个新的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跟这个有关系 就是他们纷纷包括 贫多多和提木 刚才我们不是谈他吗 最近在美国交易所中 你会发现他们这两家突然 把自己的主要行政办公室的地址 换成了哪啊 都柏林 天哪 而他们自己呢 总部所在地 已经从上海 换到了爱尔兰 这是贫多多和提木啊 然后呢 他可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 有成批的现在都在换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他们都知道 如果我的总部 我的背景 是中国 所谓的这个中共的这个中共国 没有人会信任你了 他自己都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出现成批的 开始把 换到新加坡呀 换到都柏林啊 换到国外 作为一个就是模糊自己的背景 本质上中共的这些东西就是一个骗 为什么这些国内的这些小商家 愿意上去 甚至就是说 这么多人受骗 但是他们也说说还会有更新的 其他人也会上去 就是因为国内现在真的内卷不行了 你赚不到钱 他不往海外卖 他国内没有市场没有需求 所以你就卖不掉 饱和的 现在这个经济啊 人家人家都说说 现在 已经不是很夸张的说 中国现在的经济 是要到破产的一个 一个街 就是走入这个阶段了 那其实 有这么一种说法 说这个一个国家破产 它有三种形式 如果这三种形式都出现危机 或都出现大问题了 就是意味着你真是进入破产阶段了 一个是什么 信任 信用的破产 中国的信用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对 或者说中共的信用 中国政府的信用 可以说是已经 既得不到海外其他民主国家的信任 是 也得不到现在 也得不到国内民众的信任了 这是一个信用的破产 再一个第二次 是财政的破产 所以现在各个地方财政的那个状况 已经是连报纸和官方现在都是明面说了 让各自自己去解决 你知道吗 以前呢 完全没看解决 真的是人民币 降到了人民币的问题了 现在已经破到7.3了 这就是前几天的事情 那是背后什么原因呢 一个是你经济本身是不行 再一个大量的印钱 这是不让民众知道的 大量的印钞票 钞票是什么 就是一张纸 白纸 OK 去印就好 可是印的时候 钱是表面的钱多了 所谓通货膨胀 以及就是说 钱贬值就出来了 因为原来钱是跟金 是 是 对比 就是你要 你不能说这儿 没有变 你的钱印这么够 那你就等于这儿贬值了 钱不值钱了 你的钱不值钱了 据说啊 这个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说现在有银行的这个人 透的消息 说现在 中共的新货币 已经印出来了 放在那 天 就等着 到一定时候 等宣传什么跟上了以后 再出来 据说已经有500的了 500亿账的了 哇 什么概念呢 这不是跟伪人家差不多了吗 就是跟早期 咱们说中国那个所谓什么 金元券 就差不多了 这就是现在 中国三项的这个指标 破产的指标 其实都是 破产的 破产的状态 对你说的这个 我觉得 我想说一下 就是我看到观众反馈 说的就是你这个 而且我觉得 我们说的那么多 但是就是我觉得 我发现就是有的观众反馈 他点的特别透 你看有一个观众 他就说 他说中国经济 其实已经崩溃了 他说我体制内朋友 和银行内部朋友 透露 政府其实已经破产 政府强行干预银行 给政府房贷续命 债务的窟窿实在太大了 银行 你想想多少坏债 那你去银行 当然取不出来钱了 还有一个观众 他反馈说 他说中国的问题 一点都不复杂 他说根本原因 就在于中国自己 应该是中共 限制了多样化产业的发展 比如说中国没有宗教产业 没有政治产业 媒体产业跟教评产业 也被限制 可以搞的产业 就 所有人就 拼命去搞 然后卷得更快 因为只有那几个产业 那一两个两三个产业能够搞 所以就是卷入的人多 然后就 就是 搞一样死一样 他说这就是 叫弹塔效应 我不知道弹塔什么意思 但是叫弹塔效应 其实这个有意思是什么 我看到一个 北大的一个教授 叫袁刚 他就说了一个概念 因为现在大家 就是 中共的这个体制 它宣传体制一直说 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是这个什么 要比资本主义要更高级 因为资本主义有什么 你私有财产 资本家怎么剥削等等 社会主义呢 是属于全民的 大家都是主人 按说 你要从这个表面上看 哎 这不是挺好吗 是好像高级了 但实际上这个袁刚说了一个 等于是 戳穿了所谓这个共产主义 或者社会主义的体制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其实社会主义这个体制 说穿了就是 由国家来充当这个 总地主和资本家 总资本家 然后呢 来养活他自己那个 几千万的党员和公务员 那个是他自己的人 OK 然后建立起了一个 这个等级森严的特权社会 产生一个鱼肉百姓 高高在上的干部阶级 普通百姓 则处于被奴役统治 被残酷剥削的社会地位 所以他等于点明了 现在只不过是 由共产党说白了 整个当这个总地主 国家的总地主和总资本家 是由他来分配 给谁不给谁 欺负谁 谁可以得 这个特权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还可以再深一层 他经济搞不行了 他所谓几千万的 他的体制内自己的人也不行 也得最后也是没钱的 那我们对于中国的经济呢 应该发展的很快 我们都会为您继续跟踪 那有好的题材 我们接着跟您聊 好吧 那这回我们就 谈到这 今天先聊到这 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 那也欢迎大家去我的频道 方便时间订阅转发 也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对也请到我的时事金扫描中来 欢迎大家 今天就谈到这了 好再见 再见